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一天的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售! 近日,网报韩国影星玄冰孙玉珍恋爱实锤,称他们在影片拍摄的现场,桌下牵手,消息一出,玄冰方面立即否认了该传闻,并且说两个人并没有牵手,此前玄冰孙玉珍曾经几次被传恋爱,但是都被当事人否认了,玄冰孙玉珍在爱的颇奖当中演技实在是高,成功的让人们误以为剧中的甜蜜爱情也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希望现实当中的他们, 也是恩爱的一对,但是从当事人一次次的否认当中,也许他们真的没有恋爱,作为喜欢孙玉珍和玄冰的吃瓜群众来说,都希望他们在一起相爱,但愿他们的否认恋情是假的,玄冰除了这一次和孙玉珍的绯闻,还有过五段有始无终的恋情,而孙玉珍感情上一直都是空白的,玄冰五段感情,女主角都是美女, 38岁的男神玄冰看起来一点也不老,不但颜值高,演技也很棒,生活当中的她曾经有过五段感情,黄志贤,玄冰公开的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圈内的,她曾经是韩国某女团的一位成员,人美,身材棒,两个人非常恩爱,这段感情只持续了两年时间,分手原因就是因为女方感到了压力大, 宋慧桥这段恋情曾经被很多人广为传送,他们是因戏生情,而后相知相爱,深受到网友的祝福,但是这段三年的感情因为玄冰服兵役而分手了,后来大家也看到了,宋慧桥嫁给了宋仲基,但是他们在去年离婚了,长相貌美清纯的孙玉珍,早早就因为演戏出名了,但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在演艺方面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多年的出色演戏生涯,孙玉珍拿背了韩国的各大奖项,每一部作品, 也都是很卖座的,长时间成为了韩国最有价值女演员前三名,很多人对于孙玉珍的评价就是,她的漂亮不需要有太多演技,她的演技又不需要她长得漂亮,这从侧面说明,孙玉珍作为一名演艺人员的完美,孙玉珍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演戏方面,所以在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太多的男人,孙玉珍也曾经说过,她看男人的眼光很高,她不考虑年龄,只要男人能够容忍她就行了,同时她也表示, 不能够为结婚而结婚,很期待一场真正的爱情,但是网上也有一些议论,说孙玉珍单身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喜欢女生,但她本人没有对此发表过任何评论,爱情或者是婚姻是让人幸福的,如果一个人也能够活得足够漂亮,其实是不必担心她未来是单身还是结婚的,在爱的迫降当中,孙玉珍被抓了,与玄冰告别, 孙玉珍哭着要一定要结婚,要幸福的生活,最后说了一句,我爱你,一句我爱你,让等了许久的观众热泪盈放,我爱你说出口了,但是却可能是最后一句,而玄冰在接到孙玉珍电话之后,第一反应就问她,在哪里她要去找她,她说,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道别,但是这一次要郑重的做一个道别,玄冰对孙玉珍说,你身边的景象是什么,告诉我,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只是玄冰这样说,可见孙玉珍在她心中的位置了,可是没有等到她说出位置,却听到了一声枪响,那一刻世界变得如此安静,只有玄冰心碎的声音,孙玉珍的我爱你,配着电话当中的枪声,这样的爱悲伤而伟大,看得出来啊,玄冰是多么的爱她的,让人垂垒的表演,除了扎实的功底,也需要心中有爱,或者是爱着对方才会如此的到位吧,所以呢,即便是玄冰孙玉珍否认了他们之间的传闻, 也希望这个消息是个假消息,真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一段完美的恋爱,从此不分开,怎么样才能够完成大逆转,把一部剧本先天不足的剧拍成是年度大热门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必须只有玄冰孙玉珍了,爱的迫降这部韩剧在观众的心中经历了三起三落,口碑落差之大,仿佛过山车,高定卡斯的时候,观众一看玄冰孙玉珍的组合,立马双眼发光,期待直爆灯,可是看到剧情的设定, 是南韩大小姐和北韩南军官的三八线之恋之后,马上清醒了不少,要知道,这俩地方的人搞对象,难度不亚于是跨种族恋爱了,还号称要拍成浪漫喜剧,怎么看怎么不靠谱,该开播的时候,更是赢得了一片潮声,诸如是南韩版的乡村爱情,古早晋江狗血玛丽苏,大龄CP尬撩等等,评论是一番一大把,编剧剧起了, 设定演员,颜值,演技,所有能够想到的元素,都被拍了一遍,但是俗话怎么说来着,世界的本质是王敬泽,一点也不土,不仅不土,越往后看,它还越香了,之后收视率是一路飙升,大结局21.683收官了,这个收视率有多牛逼呢,破了TVN电视台有史以来的大结局的最高纪录,把鬼怪和请回答系列, 都给压了,当然不是说收视率最高就代表它是一部质量水准剩余请回答系列的剧,毕竟收视率是能够标到多高,有时候也是只讲缘分不讲道理的,但是同样的,史上最高收视率虽然不代表史上最优质电视剧,但是却肯定有最起码的质量保证来着,也就是说它绝对不会是一部烂剧,其实这部剧的故事真的不复杂,最多就是有点玄幻而已,女主影视力是深陷财阀家族内动, 不被宠,但是却又醉剧商业天赋的南韩第一白富美女强人,在拿下了家族公司的前一天,她却因为适用公司体育产品出现问题,乘着滑翔翼降落到了北韩,而那么巧的呢,当时北韩因为故障信号出现了问题,结果就让她成功降落了,又更巧的是遇到了当天值班巡逻的北韩军官李正赫,也就是男主玄斌, 这种主角之间完全不现实的相遇方式呢,都教授很早之前就教过我们了,地球人称之为命运,维奥尔这个命运呢,男主角开始纠缠在爱情,阴谋,复仇,以及挂越不了的三八线里了,以上呢,就是故事的大概走向了,总之我给大家把个保票啊,这一局绝对能看,完全能看,非常能看,绝不后悔, 并且你们看完之后肯定会希望她俩结婚的,至于是不是真的有点啥,有空我们分析一波啊,内容没有多高大上,但是一部成功剧,需要具备的几大要素,它全都齐全了,首先,编剧有实际保证,朴志恩是一个写剧情一般,但是很懂掌握观众心思的编剧,从来自于星星的你,到蓝色大海的传说,再到这一次的爱的迫降,都是CP主线看似荒谬,脑洞很大,结局难远回来,期间吐槽不少, 可是到了最后,依然是看的观众欲罢不能,并且很愿意跟随着她荒谬的设定去期待一个不现实的圆满结局,而且强行的跨一波编剧啊,之前的两部戏,不是男主角是外星人,就是女主角是美人鱼,设定没一个普通人类,相比之下,这一次的朝鲜队长男主角已经是最正常的一个了,在跨种族都能喝的面前,南北朝这点小剧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好吗?其次,角色设定好,这部剧里边,除了 为了拳钱,分别针对于男主角的两波终极坏蛋,其他角色都是非常逗趣又讨喜的,不具体剧透了。 其他点说,男二女二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感情和目标,不再针对于破坏男女主,甚至还提供了帮助,让感情线看起来利落清爽不纠结。 哭哭啼啼的狗血N角恋也真的已经不时髦了,一群小人物也让原本非常难以欢乐起来的南北背景充满了温情和喜庆的色彩。 特别是男主李正和手下的四个小兵,最后演员选的好,特别是玄冰和孙艺珍。 玄冰扮演的李正和穿上军装往那么一站,就让你恨不得艾特漫威,收入他这个朝鲜队长进万威宇宙。 尤其他有个北韩第二把手的儿子,这个超级杰克苏的身份,高盖文顶配男主,而孙艺珍呢,颜值演技齐飞。 论演技,影后都快拿两个大马冠了,是南韩少有,既能够刷奖又能够扛票房的女演员。 论颜值从小美到大,虽然38岁过巅峰期了,演起来偶像剧不负从前经验了, 但是剩在于他不强行扮少女,和玄冰这段中轻男女之恋,可真是太怠感了。 要非得挑劳病的话,可能就是导演不知道咋回事。 总是钟情于K子镜头拉远景,略显一点没诚意。 长得好看的人,就应该在爱情区里边使劲的亲呀不是?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两位能够三度合作一把。 如果不可以,那也没关系,现实里结婚也行。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那么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